一是退热药和复方感冒药,不建议混吃 目前比较安全的和一线使用的退热药有对乙性胺积分和布洛分,选择一种即可 复方感冒药中大多含有对乙性胺积分的成分 如果复方感冒药和布洛分或对乙性胺积分混吃的话 可能会引起药物过量,造成肝损伤,严重的会引起肝衰竭 第二种情况是吸药,退热药和有退热功效的中程药不能混吃 包括清花清感颗粒,莲花清温胶囊,捐肺败毒颗粒,清肺排毒颗粒,疏风解毒胶囊这些 擅自加大药物量并不会好得更快,反而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 按照说明书上的剂量,或者遵照医嘱时才是安全的做法 对乙性胺积分,每日最大的剂量是2克 或乌酪分每日最大的剂量是2.4克 都是每日最多服用4次 儿童服用成人医药量会造成药物的蓄积 用药无法保证剂量的准确 儿童也有自己的专用药,用量一般是根据儿童的体重来计算 对于儿童患者推荐使用混咸液、颗粒乙剂等容易送服 且能保证用药剂量精准的这些剂型 针对发热,小月龄的婴幼儿用药需要谨慎 6个月以上的可使用布洛分或对乙心胺积分 两者任选其一 2个月以上,6个月以内的小婴儿只能选择对乙心胺积分 2个月以内的患儿不推荐用药 症状严重时需要去儿科就诊 对于缓解鼻塞流涕的情况 儿童使用含有伪麻黄碱、绿本纳敏、本海纳敏的药物 应该在医生或者药室的建议下使用 如果孩子的症状严重 可以先使用生理盐水冲洗一下鼻腔进行缓解 目前没有针对新冠病毒预防的药物 有效的措施是接种新冠疫苗 最好的预防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勤洗手、勤通风、多锻炼、保证睡眠和饮食均衡等 居家用药之前我们应该仔细阅读药品出名书 获取正确的适应症、用法用量和禁忌症的信息 此外儿童用药时应该使用儿童的剂型 根据年龄、体重等确定用量 儿童出现失睡、持续聚食、喂养困难、持续腐泻或呕吐等 这种情况要及时就诊 尽量不要使用多种缓解上呼吸道症状的忠诚药 去叠加使用以免用药过量 另外的话 活相蒸汽水如果使用的时候要避免使用头包、类、药物以及假消作